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價值型投資 來看今天台北股市震盪收漲9點 收在15608點 成績量能是2370億元 那今天盤盤是怎麼做解析呢 現場問要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是永成國際投顧 蔡信龍分析師蔡老師好 全國投票大家午安 第二位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盤盤上瓜掌握 我趕快為您先請教蔡信龍分析師 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值型投資 盤是在前兩天稍微下壓100多點 盤中跌100點 但尾盤都收繳 當然是一個震盪整理盤 我剛才昨天已經跟你講過了 震盪整理完這個盤還會往上走高 今天台股盤中大漲100點以上 離上禮拜五的高點只差4點 所以行情高姿態的上下震盪整理盤 看得懂就很好操作 看不懂就會追高殺低 這目前盤面的結構嘛 所以還是提醒你 跌的時候來跟我買比較安全 漲的時候來跟我賣 是我給你的優勢 這個盤要怎麼操作 光是從上禮拜三 盤中大跌217點 長黑接近跳空缺口 低接買進 禮拜四大漲 禮拜五創下波段新高嘛 創新高不要亂追股票 該減碼的我會減碼嘛 所以上禮拜五 我賣出了很多檔個股 你應該知道啊 所以禮拜五減碼之後 這兩天啊 就前兩天啊 盤中是不是都大跌白跌以上 你是不是又嚇一跳 震盪整理盤啊 所以呢 在禮拜禮拜三 盤中大跌白點同時 如果會低接的 今天不是如同我的預測 再度的墊高嗎 差四點過上禮拜我的高點了 所以今天該解碼的 我當然會適度的解碼啊 往上走高的盤是 我最喜歡賣股票 你忘記了嗎 強勢多方格局 該留的股票 我會續留 所以這行情好不好操作 兩點半即時解碼節目 所提供給你看法 應該對你的操作 有非常大的幫助 從開放盤到今天為止 那這一檔 ABF載板的藍電 今天應該很多人 會跟你討論 對 今天來到破斷新高 你錢不高 差不到一塊錢 當時候有利空 誰敢分析藍電 誰敢代會買 就只有在下我 賺超過兩個股本的 ABF載板 跳空 嚇殺來到239 外資發布的利空 調降平等 我說拉尾找買點 你怕什麼 我專門在打敗外資的 外資的分析言論 聽聽就好了 它發布的利多利空消息 真的是在幫助你嗎 你看我節目那麼久了 你不知道外資 是有所企圖嗎 資本主義來到台湧股市 就是要賺你們的錢 所以我負責幫你們把關 所以當藍電 跳空下壓來到239 早買點是我給你建議 隔天馬上 漲5塊錢 紅給棒 244 那接下來 它會開始整理 因為有利空下來 它不可能V型反轉 所以我在2月15號 還是在244 我說撐得還不錯 怎麼走 2月17號 打底完就會再上 還是245附近嗎 打底完還會再上 包括2月21號 上禮拜二 橫移整理完再漲 247附近嗎 它就如同我的預測 拉回每次的回檔 都要找進場點 那橫移完打底完 它就會再上的一個藍電 昨天來到253 本來都24級 那昨天來到253 那今天來到264.5的 短播高 那眼看就要過265了 見最高是264.5 差不多一塊錢 它會不會過265 如果之前你每天 有鎖定我節目的 我在它之前 打底的過程就告訴過你了 265應該不會是高點 我應該給你分享 我對它中長線的看法 你看一下今天的成績 一萬七千多張 一萬七千多張的一個量能 有沒有比265這個高點的量能要大 量先價型的概念 所以265我認為是會過的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今天來到前波高 有短線的獲利賣壓讓它留了一個上限 正常 正常 看得懂行情今天不用急著賣 看不懂行情 搞不好在打底的過程當中 你就被洗出場了 我有沒有說對 所以這檔南電 很辛苦啊 當作立空下壓的過程 誰會看好它 親愛的同廟 當南電殺到239啊 誰會告訴你 逢回站在買幫 找買點 你可以去比較一下 但今天已經從239嘛 打底完 之後來到264嘛 這樣二十幾塊錢耶 這不是短波段嗎 我需要跟你吹噓 來回做什麼價差嗎 不需要 長波段的行情 是留給長線準備好的人 這股票市場上的一個動態的操作 你看從開放盤到現在 大盤高姿態整理 指數空間真的不大 你繼續想一想 指數空間不大 但是我們創造的利潤 光是面板驅動IC 那四支股票 有沒有讓你大賺 你跟上任何一檔的 就是大獲全勝 那被動元件 我受過第一季 我預計它會落底 基本面 所以禮拜三 這個趁它回檔八天 我認為是一個轉折買點 因為支撐到了 所以禮拜三 3月1號嘛 當天大盤中錯了116點 買啊 買530啊 是不是 就前天發生的事情啊 你敢不敢買 回檔八天的轉折買點 530附近買進買回嘛 所以呢 530買完之後呢 當天收538 現買現賺 左營國巨 跌啊 最低殺到528 跌7塊錢啊 我會躲起來嗎 我會不敢面對會員跟觀眾嗎 那你就太小看我了 昨天的國巨 我一樣告訴你 530我一樣低接啊 怕什麼 收盤是531啊 盤中跌到528啊 兩次的買點 提供給你做參考 叫做530 叫做回檔八天的轉折 今天國巨 有530以下位置讓你買嗎 今天 開盤就538 盤中拉高549 兩天 19塊錢 你認為這個行情 會很難操作嗎 所以行情的脈絡 我講解得很清楚 大盤 或許空間不大 因為之前 從封關前 就已經漲了1000多點嘛 漲了1500點的台股 我說過它一定要經過 一段時間的震盪整理 它才會往上走高嘛 所以呢 操作的一個難易度 就看你對盤式的看法 有沒有抓住 清楚的節奏跟脈絡 如果抓住清楚的節奏跟脈絡 那個股的操作呢 我提供給你的 禮拜三禮拜四國巨 兩天530的買點 應該有幫助到你 對於被動元件低劑 落底的看法吧 所以這一檔凱美 你看一下 一樣2月22號 中長紅創高之後回檔 找買點啊 沒有錯吧 難道是找賣點找空點嗎 產業會落底 股價已經先表態了 這一根中長紅就叫支撐了 所以2月20號66.8要會買 要會低接啊 還有更低的位置讓你買是不是 今天不是大漲7.3%嗎 盤中一度來到70塊9的 買低點很安穩 但是一般同學 低點到了往往不敢出手嘛 因為你剩在等我等你買 為什麼 你會剩在等 因為你看不見了 你撒不見了 你不知道這檔股票為何而漲 為何而跌嘛 每天憑感覺拆股票的漲跌 你的勝算不會超過二分之一 難怪輸家一大堆 為什麼 看不懂行情 對產業基本面的未來架構 搞不清楚頭緒嘛 技術層面量價籌碼形態呢 更是籌莫展嘛 所以每天都是假模型的啦 經常抓去招筆嘛 買好像也不太對 賣又賣不下手 報上報下 是一般同廟的通病 接下來呢就等待 等待什麼 等待股票真的衝了 市場上大家都在談論 被動元件的同時 你就認為被動元件 真的可以買了 你相不相信 最近被動元件 誰會跟你分析它好 等到它的一個基本面數字 開始回溫了 股價也已經衝了一大段了 你會認同的 你會認同的 當時候股價已經離我們成本 離開一大段了 你知道嗎 所以華新科 我為什麼告訴你 2月13號的低點 可能是本波段的最低點 技術面會領先 基本面落敵 所以2月13號 來到中宏教支撐 要為低階 我買92 92我是過回不去的 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來 比如說又有出現莫名的 整個全球環境的一個利空 或是什麼一個大利空的一個消息 讓華新科接近92 那是一個大買點 我認為92是回不去的 所以買完之後上去回檔 我說還會再上 有沒有如同我的規劃 先來這一段 很清楚 那我認為被動元件沒那麼容易結束 所以當它回檔修正 我說我會再買 所以禮拜三 跌到95.8 那就買 那是一個低階時機 跌下來你不敢買 竟然是舊大利 你還要對我作股票 比較財 比較穩 因為沒有人會告訴你92是可以買 那95 8跌下來也是可以買 又是我領先市場 告訴你逢低層級 所以今天一個華新科 就從95.8 漲到98.7 我認為當然還沒有結束 如果被動元件那麼輕易結束 那今天為什麼大盤 尾盤 本來盤中大漲百點以上 尾盤長不到10點 那不管是凱美盤中大漲7% 國劇盤中大漲十幾塊錢 華新科表現也不弱 似乎盤市的一個震盪壓抑的格局 對被動元件行情 似乎是壓不住 所以目前的行情不會太難 一套資金 就選擇一些產業落底的 即將回溫的 匹級泰來的機油股來跟我布局 將是有大爆發利潤的一個很好時機 所以不要等它的盤真的衝出去 這早晚要衝的 早晚要衝的 所以很多股票 它早晚會領先大門衝出去 這檔賺超過半個股本的 我說低量都是布局十幾點 從這個位置開始買 橫移嘛 黑黑棒告訴你要買 然後上禮拜四 是不是兩根紅黑棒 我說補量就會大漲了 是不是 一黑變兩紅嘛 今天這張股票呢 從這個位置已經來到短波段高 那已經蠢蠢欲動了 肩盤中一度拉高 來到波段高 所以像這種股票 市場上沒有人談論它 是因為它還沒有亮燈漲停板 等到我掀開的時候 大家就會追捧了 你想不想成為領先市場上的贏家 加勞青老師來 小小組Stock178 或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給婷娟 好 那麼更多超超越建議廣環來區 再請蔡老師幫大家做解析 歡迎回到價值型投資 我們這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用木頭做的門叫做木門 那用鐵做的門叫做鐵門 那邁向成功道路的門 我希望是我們 親愛的朋友 股票市場大概是接近2000檔的股票 每一檔個股的基本面 以及技術面的量價籌碼型態 廢視係數轉折都不一樣 憑一己之力 你要了解那麼拓策跟那麼深入 談何容易 問問一下你自己 從開門門到今天為止 你賺了多少利潤 我光是那四檔面板驅動IC的個股 你跟上任何一檔的 你不覺得有那種大獲全勝的感覺呢 所以希望我跟我的研究團隊 每天勞心勞力 所提供給你看法跟操作 可以幫助到你的操作 是不是 所以今天台股來到短波高 該減碼的我會減碼 該留的我會續爆 東哥我今天做了拔檔 上禮拜四 我趁他回檔洗下來 才做買進的一個動作 我買了381 買完之後呢 當天拉高404 當天沒有當充 好可惜喔 一天可以賺23塊錢 沒有就是沒有嘛 我當然會幫會員繼續追蹤下去啊 所以禮拜五呢 最低就打到381 怎麼那麼巧 打到381就跌不下去 因為我買在381啊 嗯 是不是 所以381買完之後拉高 隔天震盪起盤381就殺住了 昨天一樣來到382不跌了 圍盤395.5啊 那今天呢 我403賣 兩個原因啦 上禮拜佈局完之後 盤中拉高404沒賣有點可惜 今天接近404我就拔檔了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賣掉東哥就是要買下一檔個股嘛 這是我對會員資產調整的變化 集中火力 我一定會出掉之後才會進行的啊 所以今天東哥賣在403啊 大概賺了22塊錢來對時對價 東哥9點20分403附近賣 20分股價在404 你去對時對價 為了你大概成家在403或404啊 那就當403好了 403附近賣嘛 所以操作的流程 從381的買 到今天403的賣嘛 這樣一買一賣 買個10張22萬落袋啊 如果沒那麼多金買個5張也OK啊 11萬 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嗎 怎麼帶進的怎麼帶出的 對一檔股票完整操作流程 全程的攤開在你面前 讓你檢視我帶會員真實的操作啊 有沒有賣對看收盤 盤中壓回到390啊 所以呢這一通口訊 如果你買10張價值13萬 從403壓回到390嘛 所以呢9點20分賣東哥是對的 賣完之後呢買哪一檔 我就是因為我想買材料啊 9點45分嘛 他賺超過股本啊 335以下買 45分呢股價在334 你對時對價 會員大概成交在334或335嘛 也就是說9點20分 把東哥賣掉之後呢 資金就轉這一檔材料 大概經過25分鐘嘛 很清楚吧 同一族群的持股的調整啊 9點20賣東哥 過了25分鐘9點45分 轉進材料買334 買完之後呢很漂亮啦 這邊大概都有20分鐘 在335以下讓你買 買了拉高差一塊錢亮燈 最高348 錢這樣有夠漂亮 是不是 資金的轉換就是如此 所以換股的銜接節奏性很重要 什麼是一檔中原再換一檔 那要靠功夫耶 沒有那麼簡單是不是 所以整個材料為什麼要買 跟上禮拜東哥一樣啊 上禮拜東哥我趁他回檔 才開始進場嘛 之前這樣往上走高 找不到空間做進場的動作 那機會來了我就會把握 機會來了我就會把握 所以今天 現買現賺啦 但是我也告訴電視機的觀眾 這檔材料因為機期比較高 我很快就會賣掉 應該是下禮拜我就會賣掉了 先提供給你做參考 所以還是提醒你 盤中跟著我來進出應該會比較安全 不要亂追高我的股票 不要亂追高我的股票 這一檔安控的旗有 跟資安有關係的 這是一個底部啊 而且足出一個大雙底 漂亮 所以呢 之前他漲了一波段嘛 我看了他好久一段時間啊 足出一個底部的雙底 今天進場在41.3 9點38分的旗有 底部完成41.5以下買 38分股價在11.3 你去對時對價 11.3買旗有 買完之後拉高 洗一下尾盤亮燈43.15 有沒有現買現賺 大概賺半根啦 我就買在這個位置 不怕你知道 所以今天運氣還不錯 對 東哥賣掉換材料 材料拉高 那今天旗有一進場 馬上賺漲停 所以該如何拿捏你的資產的規劃 需要我跟我研究團隊幫你尋找 下一檔機構性個股的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這檔紅杰科 之前賺了15% PA功率放大器的 庫存調整進尾聲 基本面應該也是第一季會落敵 所以賺完15%之後 你看一下今天收腳止跌 當然要買啊 來客氣什麼 是不是 9.37分的紅杰科 庫存調整進尾聲嘛 收腳止跌76以下買 37分股價在75.6 你去對時對價 今天啊 75.6平台以下你敢不敢買 他底啊 我進場啊 你看一下尾盤 有沒有墊高翻紅77.5 雖然今天買的賺不到一塊錢 但是那種勿操所值的感覺 你今天有跟我進場買紅杰科的 你不覺得感覺還不錯 他在落欸 有沒有 找完他在底啊 你敢不敢買 一般人都是看到股票漲了嘛 才知道他好 才想去追那個高點嘛 但是慶老師的反市場操作 永遠在追求 會員激進零風險的操作 什麼是零風險 股票在跌 要敢跟我進場 買資深性的買點 你在怕什麼 庫存調整進尾聲的PA功率放大器 對不對 第二季 基本面會看到好數字啊 你現在看不到 不管是紅杰科還是穩帽的好數字 都看不到 但是第二季以後一定看得到 我領先基本面產業結構 低檔新卡位 就如同Type-C的創委也是一樣 當時候 96附近開始買的 默默無聞啊 我們告訴你它空間很大 股價跌掉四分之三 剩四分之一的個股 Type-C的需求 我講過恩變的 不管是所謂消費性電子 手機啊 平板啊 等等都要用到所謂Type-C的一個接口嘛 包括車用電子啊 現在高檔車 它的一個USB的接口都換成Type-C了啊 兩大產業主軸讓它股價 領先產業落敵啊 所以當時候96買完之後 我說空間很大啊 所以漲了二幾%的回檔 我怕什麼 113 114我告訴你 我再買 我還在買 接下來又衝高 這波段總共漲了35% 要賣嗎 很多人3不5時都打電話簽來問 欸 清老師你的創違賣了嗎 我有買欸 我買在一二幾的 要不要賣 96我在佈局 告訴你空間很大 你不買 上去之後回檔 我說1314撐得很好 我看好 還不買 跌的時候你們都不敢買 你們都喜歡買在這個位置啊 漲上去了 終於漲了 認同我的看法了 你落後我35% 所以整個創違呢 96的買點 113附近加碼點 現在呢 高姿態的強勢整理啊 不急著出 我根本不會急著出掉這種 未來基本面 還會大度成長肌肉股 所帶給股價後續的爆發力 所以這行情 會很難操作嗎 同樣 同樣 賣向成功道路的門 我希望是我們 我跟我的研究團隊 每天盡心盡力 在台股的2000檔股票 找尋最優質的股票 拜領我們會員 低檔布局 馮高該把檔的 相信這一路的過程 你看得很清楚啊 昨天的分析 如果今天讓你印證了 那下禮拜的動作 請你趕快跟上來 還不需要如何操作的 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 對時對價 把節目今天交換給林娟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們 本公司一所推薦 分析值個表價證券 無不當值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投資人該獨立判斷 審生評估 並且自付投資風險 也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